深的水布終於正常了 我們看過它的很多水布 這個深就比較像一般人寫行書用的水布 所以其實它的美感就是在不一樣 希望每次都寫一點不一樣 不要重複 深寬至宅 宅 但是它還是加上它該有的樞蜜 這樣是水高 這邊偏高 剩偏低 這裡偏重偏低 讚讚讚讚讚 讚讚 鋸區啊 鋸區是指太弧啊 這一區 鋸區 哎呀 刷 輕輕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鋸區 寫得非常輕 不過這個感覺有點被扭曲的感覺 主要是這個地方 哎 哎 這樣子 所以感覺好像有點被扭曲到去 下面三點代表兩個口 鋸區 這個鋸區寫得比較小 但是寫得還是超斜的 這個字幾乎從頭斜到尾了 沒有任何的壓下來的痕跡 這四個點 書面還是有 書面還是有 底 五應該跟底是這個搭配 應該五往右上角去 然後這個底呢 往右下角 拉低 往右下角 壓下去 所以其實這兩個字配在一起是剛好 一個往右上一個往右下 直 直就偏扁 每個字都有它的造型 偏扁 這裡偏重 彈起來 筆的彈性是做得非常的漂亮 殼 殼就偏長 偏長 帶過來 連連就寫得好小好小 這個地方從這裡記得要帶過來 中間可能我們會 因為在臨模的過程中不可能寫得很迅速 所以會有停下來的動作 記得停下來以後還是要從上一筆開始接 這樣才不會看起來寫斷掉 讓你手再自己連起來 可憐 一點 一點的一 你看這鋒利啊 快劍著正 就像一把劍 跟之前的字都不一樣 可憐一點 一點這兩個字是靠的比較近 所以從這邊過來以後 它靠的比較近 然後這個點寫得其實還蠻小的 寫得很小是因為 反正下面也沒有空間的 它也沒辦法 紙已經寫到底了 那你一樣把它寫小 這個最後壓下來一點 好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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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嗎